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Dev Talk 在本期视频中 我们将向大家介绍我们最新英雄罗尔瓦的设计理念 自从去年三月 Born of King上线巴西之后 我们就产生了创造罗尔瓦这个英雄的想法 因为英雄是连接玩家和游戏世界的纽带 每个英雄不仅仅是一个虚拟角色 更是玩家展示自我风采的方式 当我们的游戏开始走向全球舞台 我们就希望设计出更多具有区域文化背景的英雄 让更多玩家能在这里找到共鸣 去年11月 我们首次尝试的基小满的巴西战舞皮肤 这受到了社区的热烈反响 这次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多样的文化背景 和游戏角色融合的无限可能 在学习并理解了拉丁美国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被Boy Tata这个神秘有趣的传说所深深吸引 这太酷了 而这个传说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创作的素材 火蛇伯伊塔塔是南美神话传说中的神奇生物 在一些传说中 它是自然丛林的守护神 会毫不留情地吞噬入侵者的眼睛 正是受到这种热烈感和捍卫精神的启发 我们设计出了罗亚娜这个角色 在故事中 罗亚娜展现出了对家庭和亲人的珍视 她在红湾涂鸦街的一所孤儿院长大 天性自由而且热情 尽管她有时会表现出青春期的叛逆和街头女孩的张扬 经常与院长斗嘴争吵 但她一心希望能帮助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摆脱地表高温 过上美好的生活 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红湾的野心家曾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背叛火蛇 并偷走了她的眼睛 现在他们又为了彻底夺取火蛇的力量而围剿火蛇鱼党 罗亚娜作为火蛇小队后人的身份被揭示 院长为了保护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涂鸦街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愤怒的罗亚娜深入敌方腹底夺回了火蛇之眼 并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火蛇以获得她的力量 火蛇接纳了这个为了捍卫家人而不惜一切的勇敢女孩 现在 浴火重生的罗亚娜与她的伙伴伯伊塔塔一起回到了红湾 他们将夺回失去的尊严和土地 让自己的族人不再受人欺辱 罗亚娜代表着热情 捍卫和家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它是我们对于多样化文化背景的尊重和关注的象征 在玩法设计方面 显然卢亚娜的核心能力将围绕着火蛇展开 我们最希望结合神话传统中火蛇的制盲能力 为卢亚娜和王者荣耀国际服引入一个全新的技能机制 当卢亚娜发动大招时 火蛇将被召唤出来制盲的人 并持续庇护卢亚娜释放火羽 与卢亚娜一起完成他们的战役 这将成为卢亚娜的核心能力 我们为卢亚娜设定的游戏职业是射手 符合人设又具有玩法差异性的攻击方式 是我们设计时考虑的重点 火蛇之力在平时会隐藏于它的武器火蛇獠牙之中 卢亚娜可以操控獠牙持续追踪敌人 目火不息 战斗不止 考虑到卢亚娜所处的区域生态 我们还为它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位移机制 并结合了跑酷的元素 希望可以带来一些街头感 在卢亚娜的形象设计上 我们有两个关注点 一是燃烧 作为一个成长在街头 拥有博弈塔塔力量的角色 卢亚娜成长在街区 在她的设计里 她的衣柜中不会有那么多充满设计感 和新奇剪裁的衣服 她可能并不太在意自己的外观 她的衣着风格更偏向于街边常见的背心和裤子 重点是她是一个专注于目标的角色 为了呈现火焰的燃烧感 我选择了蓬松向外扩张的发型剪影 二是披风 这条披风曾是火蛇残倒的制服 作为关键道具 将卢亚娜的父母 老院长和博弈塔塔连接起来 从故事的角度上来说 火蛇在这条披风上嗅到了熟悉的味道 这也是火蛇决定将力量传给卢亚娜的原因 从视觉上来看 卢亚娜上衣和裤子设计相对平淡 橙色披风则是让她在峡谷中 更加引人注目的调味料 卢亚娜的主题歌 以Breakbeat的律动为基调 将狂放的电吉他 与沙雅的女生相融合 展现出她狂气嚣张 不可一世的人物气质 同时我们也将一些特色乐器 比如聚家鼓 波林波琴等 加入到了音乐的律动中 呈现出专属于这位英雄特色的声音 在卢亚娜版本的游戏大厅里 玩家还可以听到基于主题歌 改编的两首成音乐版本 以更为王者的音乐风格 去表达它的英雄气魄 和更具有故事性的内心世界 卢亚娜优秀的人物设定和性能设计 也为语音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我们为每个特色的技能 都设计了相应的语音 并通过科华卢亚娜和波伊塔塔的语音互动 丰富了决策世界观的塑造 我们还根据蛇信发出的抖动声音 设计了波伊塔塔的语音效果链 更加强化了游戏内的听觉体验 卢亚娜的音效设计主要围绕着 她的职业特性 背景故事和技能机制 音效元素包括了火焰 蛇牙 飞刃 以及蛇的生物元素等等 这些元素结合体现在她的各种攻击技能中 比如说蛇牙飞刃在敌人中间 会持续不断地旋转 切割 四米 给玩家带来很强的听觉刺激 让玩家在快速攻击和施法的过程中 感受到一种收割的 Lora的创造过程充满着挑战和乐趣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得到了来自拉丁区域的游戏玩家们的 许多宝贵建议和支持 在这里衷心地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对Honor of Kings的喜爱和关注 我们期待为全球社区创造更多的内容 欢迎来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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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